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名乐系教授胡志厚 首次来到湾区戏鼓带来精彩的民族乐器表演 陶锦岳带您到现场看看 这里是南湾仇视学院音乐厅 第九届二月颁奖典礼在今天下午两点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了特别嘉宾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胡志厚 同时也是著名的中国传统管制演奏家 胡教授十几年前曾生过一场大病 险些伤到气管 但是他没有因此放弃对音乐的执着 爱乐音专是联邦资助的团体 为音乐入门学习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服务 孙凤丁董事长讲到艺术团创立之初是希望将中国文化和传统民乐 结合教育下一代 不过因为女儿喜欢乐器也促使她继续宣传这个事业 从我们家长的角度来说也更多的跟她有共同语言 在很多这个文化和理念的价值的沟通上 艺术团本次的汇报演出不仅有明月系教授胡志浩老师亲情加盟 更有曾经多位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回到这里 Angela Chen 现在是史丹福大学的学生 她回忆之前在爱乐学习的经历时说 非常喜欢音乐 同时爱乐也教会了她许多 我真的很喜欢 它是很棒的 能够在这一部分的文化 在一个比较手上的方式 二十六台记者陶景岳在南湾神河西的采访报导 奥克兰市政府工会员工罢工已经六天 图书馆 老年中心 小街等市府服务 明天继续暂停